我还是希望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有时候我们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虽然知道了这件事 4G我没办法分析说哪一个通信业者 可是2G、3G这边可以 2G、3G这边可以 假设我们2G画一张 3G画一张 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行动用户 行动用户 我把2G、3G分开画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重复 就是把它再建立一张 这一张改名字叫做2G 所以我就会把类别直接搬到这个地方 然后只勾2G 2G大概长这样子 然后去把这个业者名称搬到颜色 那为什么这边 这边通通只有 你要相信电脑现在告诉我们的资讯 就是说这只有中华电信 好 这个我先关掉 然后我把 我把这个业者筛选 放进来 放进来 总计拿掉 确定 为什么只有中华电信没有台湾大德大 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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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再把这个 这个 因为颜色 我把 业者 颜色 放进来 它就是不呈现 可是当我点它的时候 点这个 点这个 它确实是有反应的 请各位补点一下这张 这张图 这叫累积 累积直条图 也就是堆叠图 堆叠图 还有堆叠图 还有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 就没有空气了 就是连续的堆叠 这叫连续的堆叠 这个是不连续的 好 你大致上可以看到 就是 2G 2G 中华电信 它逐年这样下降 你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是远传 是逐年下降 然后台湾大哥大 也是逐年下降 然后远传 中华电信也是逐年下降 我要呈现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3G呢 3G 然后把图改成这一个 对不起 先把还原 还原一下 然后请把这个业者名称 拖曳到颜色 然后再请点它 然后点选整个检视 那你现在大致上 这边多了一个其他 记得 其他这个业者名称的其他要拿掉 所以 所以 滑鼠右键 点选 编辑筛选器 或者是你点这个 请点这个 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编辑筛选条件 然后请把其他也关掉 因为 不需要知道其他 中华电信 台湾大歌大跟远传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 各位在看2G的时候 中华电信独大 对吧 可是在看3G的时候 几乎是三分天下 有点回到战国时代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当现在还要再看4G 4G哦 理论上应该跟3G是一样的 因为2G是中 那个2G应该是在 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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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想到了 SARS是20 民国93年 2004年 那是我第一年去台北交电了 所以在10年前 大概在2G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记得应该是在我交电脑 大概第五年 就是非要用手机不可 应该是20 不对应该是19 九几年我就有手机了 那个时候一定是2G 而且我一 Nokia 我通通都是用Nokia 从什么8 8系列的 从 88 10 8910 什么 88 8310 反正很多8系列 我几乎都用骗了 那我现在 我们现在 刚刚看到3G 是三分天下 可能大家一直都会觉得说 中华电信好像独到 其实 3G这边已经就不是了 因为在那个年代 应该 远传跟台湾大哥大才刚开始 这是2G的时代 但是3G 好 虽然就变成就是 呃 就是 大家都 没有在挑中华电信 好 也就是中华电信不是变成独到 而是三分天下 你看 这个 这边是所占的比例 我想要各位想不想看那个比例 如果说 如果说啦 想要看比例的话 其实他在这个地方有很快速的一个计算 我们 反正 这三分天下 应该看得很清楚 2G就不是了 2G是中华电信独到 你看 他们两个加起来还不到他的一半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4G 4G 要公布答案咯 首先把 类别 因为这边类别已经选好4G了 所以这个类别就可以直接关掉 我 对不起 类别他这边没有提供我 业者名称 所以 我根本就 不用画了 我也没办法猜 对吧 他没有提供 例如说 中华电信 2015年1月4G有多少 然后台湾大科大有多少 有多少 因为他没有提供 他只有提供 总数 所以其实我都没办法去画 好 所以这张图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这边是2G以生半中华电信 居多超过半数 那这边这一张图告诉我们已经生半天下了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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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的生半 3G 3G 3G的生半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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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哦 如果一个国家 就是中华电信多大 跟什么 一个国家 分成三个 三个 那个国家 那相对的 在策略上面 在经营管理 一定要有所区分嘛 对不对 像秦统一 天下时 为什么要书同文 用相同的文字 然后车同轨 车同轨 那个轮子 他都要求一定要相同的度量 反正 最主要是和各位分享 就是 在这边你可以去画出来